第三屆全國泰雅族運動會即將要開始 每年會在有泰雅族部落聚集的地方行政區 輪流進行辦理 103年是第三屆 這次輪到宜蘭縣南澳鄉來舉辦 運動會結合泰雅族的傳統精神 舉辦了將近20多項的傳統技藝競賽 球類跟田徑比賽等等 還包括了有狩獵 傳統射箭 巴河等 這次還是主要是以我們泰雅族的 我們族人的傳統的競技來做競賽 包括有狩獵 包括還有一些像角力 拔河 就是跟族人能夠更好一次的凝聚 跟文化的傳承是在這次活動的主軸 宜蘭縣泰雅族是以大同南澳鄉為主 鄉內已經有300多位的泰雅族人來參加 全國約有3000多人共襄盛舉 南澳鄉長說第一次在南澳鄉舉行 希望可以帶動南澳鄉的觀光產業 南澳鄉長表示各鄉區的選手都敘事代發 也期待著今年的泰雅族運動會主辦鄉 南澳鄉可以奪金 比賽也將在6月29、30日舉行 既然算是